所以25.3是怎樣 就是類似我們在算電廠一樣 如果你有一點點的電鶴 就會產生一點點電廠對不對 那那個寫法就R平 然後K 然後DQ 另外它有一個向量問題 所以當初積分很麻煩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可以找到 單顆電鶴 它的電位能大小 那你也可以 把那個單顆電鶴 電位能大小 變成一個積分的形式 然後後面就可以算出 這個連續分佈的電鶴 它的電位大小是多少 OK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單顆電鶴 現在假設一個正Q電鶴 放在這個原點 大部分放在原點 XYZ的一個坐標 放上去 那這時候你在某個位置觀察 在距離它R的地方觀察 那你就會怎樣 就會得到一個電場 電場就等於什麼 等於R平方分之KQ 然後R方向 OK 那現在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剛剛我們寫的電場和電位的關係 就是 第一步當然是電場對長度的積分 就是電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關係 就是V 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積分 電場對長度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點電鶴 在這個位置 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電位能的一個大小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積分 是只要怎麼寫 這時候又是向量為積分 這個就是向量為積分 首先你要先把什麼 把你的位移 丟到你的坐標裡面去 DL丟進去 然後先選一個 這個坐標系統 那在這邊 剛好是一個 球對稱的一個 這個問題 Q擺在中間 那它外面的電場都是 球對稱 在半徑 相同的地方 它的電場 都是一樣大 球對稱的問題 所以你要選擇什麼 選擇球坐標 然後把長度變成 三個什麼 三個球坐標的一個向量 所以 應該會有什麼 會有一個R方向 然後DR 然後加上SETA方向 然後RDSETA 加上PHI方向 RSINESETA DPHI OK 所以在下一步你就講 你要 把這個電位 計算一下 就是說 到底這個正Q電荷 在空間中這個位置 電位應該是多少 所以應該怎麼 應該負的積分 然後最後是在那個位置嘛 所以你最後一定是要移到R 移到R這個位置 再來你會有一個電場對不對 電場的話現在把它寫上去 它就是 只有 R平衡分之KQ R單位向量 那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SETA方向沒有PHI方向 這個就是加0倍的SETA方向 加0倍的PHI方向 沒有寫啦 就是 反正就是 只剩下 指向R方向的電場而已 OK 然後再來你要內積什麼 內積這個東西 就是 R單位向量DR 加上SETA單位向量RdSETA 再加上PHI單位向量RsinSETA DPHI 那這裡頭當然還有一些 常常你會這個 弄得模糊不清的一個議題 什麼樣的議題呢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這個 SETA單位向量是什麼 那我們剛好有同學問到 R單位向量是什麼 就是 指向R增加的地方 R變大 然後SETA SETA就是這樣繞對不對 從 Z軸繞到負Z軸 SETA方向是什麼 就是 往SETA增加 往下 所以R R 然後SETA就剛好跟它垂直 然後再來 再來PHI方向 PHI方向是繞圈圈的 所以PHI方向是指向 這個繞一圈的一個方向 所以 R 然後SETA然後PHI 是往 這三個方向 然後另外呢 它的什麼 它這個單位向量是什麼 是長度的概念 不是 不是角度的概念 不要弄錯 向量維基因都在講 長度 我 並沒有 去講這個 角度的一些問題 角度 SETA或PHI OK 所以你要看的都是長度 你看這個都是長度的問題 OK 好 所以 這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要做 內積啦 然後把它積分記起來 所以這邊就是積分到R 然後呢 這個很簡單啦 就是坐標 是用直角坐標 球坐標 它是直角坐標 所以呢 這三個方向 剛好互相 兩個互相垂直 所以只剩下R 內積R 答案就是R 平常分之 KQ 然後呢 再乘上什麼 乘上DR OK 好 那再下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要定義位能 定義在R位置的位能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這個條件的要求 這個電荷 電位能 就是 電荷的電位能 它的定義 必須要有一個 零電位的地方 零電位的地方 如果這個零電位地方沒有的話 你永遠算不出這個電位能 只能夠算出電位能的差 好 那 一般來講我們就 假設 跟 對 跟這個Q距離無窮遠的地方 是 所謂的零電位 那個地方是 找不到Q的地方 沒有任何Q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假設在無窮遠處 沒有電荷 所以 所以 V 等於零 你要注意這個問題 如果無窮遠處有電荷的話 你就不能這樣算 就一定會錯 好 所以 我們了解到無窮遠處沒有電荷 可以 假設它是沒有電位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做幾分 那算出來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R分之KQ很簡單 當然這邊有一些些 變數啦 就是相同 你如果怕錯的話 你就把它寫不一樣 OK 所以你找到單 單一的一個電荷 然後假設無窮遠處 是沒有電荷 這時候是零電位的話 那它的電位能大小就是 這個 R分之KQ 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要算R分之KQ啊 就是 主要說後面你就可以講 可以利用 這個一點點的 電荷造成一點點的電位 就可以做積分的運算 但是要算這個 它的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這個 這個才可以往下算這個 如果沒有上面這個前提的話 算出來是錯的 好 再來後面的幾個example 是給你一個物理的picture 就是 你怎麼樣看我們的這個世界 那第一個picture 它告訴你說這個 就是 氫原子的一個世界 氫原子的一個世界 那主要這個算出來 大概是類似X光的這個能量 他說 一般 這個氫原子 它會有這個原子核帶正電 然後外面會有這個電子在繞圈圈 大概一個負電 然後另外這個氫 氫氣的氫 氫原子的這個大小 就是電子繞圈圈那個半徑 大概是0.529 乘上10的-10次方公尺 大概0.5個entron 那 假設 就沒有其他的 力量的考量 就 當然這個 這個氫原子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其他力量 但是下一個 如果進到原子核就錯了 所以假設沒有其他力量考量的時候 這時候 這兩個帶正負電的電荷 他們吸引的這個位能大小是多少 那當然你就會算 就是 電位能就怎樣 就會等於 你現在可以講 可以直接把正電荷放中間 然後算什麼 算 站在這個位置所感受到的 電位能的大小是多少 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可以 不管自己帶什麼電 只要有 帶正電荷在中間 正1的電荷 然後你 距離的正電荷 有這個R的一個距離 就假設是R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算出 在這個位置上 它的電位能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跟 原本剛剛在算那個一樣 那這時候你算出來就是多少 就是 等於 R分之K 然後乘上正1 就是原子核帶的電荷大小是正1 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伏特 大概是27.2伏 那算出這個R半徑的這個電位之後 這時候再把 它帶什麼 帶固電荷放進來 你可以算什麼 算能量 算這兩個 這個正負電荷之間吸引能量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把電荷1 然後乘上這個電位V 那當然這電荷你可以換成庫輪 那如果你不換成庫輪 它答案就是27.2個EV 所以這邊只是要讓你知道 電位多少伏特 然後你在考慮 微小的這個電荷原子的一個能量的時候 實際上怎樣 就是 它的帶電就多少個電子的帶電量 然後直接乘電位 EV就是它的能量 那你要換成焦了 就要再乘上1.602乘以10的-19次方 OK 所以這個是 負的 這個是正負電荷 剛好是一個負號 EV是一個負的 電位是多少 把它乘上去 負27.2個EV OK 好 然後另外用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Picture 然後下一個Example 是要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這個核能有多大 你剛剛看到這個27.2EV 大概是比X光能量稍微小一點 X光大概稍微再大一點 因為X光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你把比氫原子更多原子核的那些原子 比如說 銅原子 銅原子外面有很多顆電子 那 它那麼多顆電子 我們怎樣 找一顆離原子核最近的那顆電子 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它怎樣 它下一顆電子會 這個 補 補過來 補到最裡面那個電子 那補過來的過程中就會這樣 就會發出光 那光的能量 就是所謂的X光 所以你一般 照那個X光都是這樣 都是 就是 原子的內層電子把它打掉以後 然後補了一顆電子進來以後 發出來的光 那能量大概 比這個大一些 可能是 大概100個EV OK 所以這個 模型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X光的能量大概在什麼範圍 那下一個模型它告訴你說 這個 原子核反應 核融核或核分裂它的能量大小是多少 那它怎麼樣去講這個問題呢 它沒有辦法算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自然界有四大力 那最後 大概比原子大都是電磁力 那當然到人那麼大世界就是有重力的存在 那另外 還有強作用力多重力 那你也沒教對不對 也不曉得那是什麼 然後我也不會 很正常 所以 要怎麼樣估計 核融核 核分裂的能量大小呢 那它還是用了電磁力來估計 那假設 這裡面有很多正電荷對不對 然後 因為強作用力把它 裝在原子核裡面 所以外面還有電子在繞圈圈 那這時候告訴你說 它這個原子核大小大概多少 大概是 10的-15次方公尺 所以假設是 那邊告訴你一個 14.6乘以10的-15次方公尺 OK 然後 在 這個原子核裡面 那你就利用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強作用力怎麼算 你就利用電磁力 因為強作用力一定要大於電磁力 才會把它 正電荷都抓在那麼小空間 所以一定要大於它才抓得住 所以你就 假設它至少就是電磁作用力 OK 所以它現在 假設是電磁作用力的話 它怎麼樣算呢 它這個問題就是說 呃 它現在說有一個核分裂的一個 一個例子 然後就是什麼 就是又235 然後它可以這樣 它可以 跑出 分裂跑出這個 這個 貝 Barian 跟那個 Krypton 是Kr 一個七體分子 然後 這兩個 這兩個 它一開始 假設這兩個 帶正電荷的東西 就這樣 就非常非常的靠近 是原子核的距離 14.6 乘以10的-15 四方公尺 那其中一個 Barian就是什麼 就是56個正電荷 正56個電荷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 Krypton是什麼 是 36個正電荷 所以正36個1 那這時候 你假設它們兩個這麼靠近 然後就是用簡單的電磁力在排斥 那這時候你可以反過來推你的 這個 強作用力至少要多大 才可以把它給放住 所以這邊是用電磁力來算 算它的能量 所以畫面一樣 你可以算它的 這個 能量的大小 能量的大小就是位能 位能的話 是 再把一個電荷乘上去 就R分之K 乘上Q1 Q2 Q1就是56個正電荷 然後半徑就是 然後半徑就是 14.6乘以10的負15次方公尺 所以算出來會有多大呢 我們重要是看這個多大 算出來是有 199個 大概200個 Mega EV 所以 那個核分裂核融核 它的能量大小大概是 10的 8次方 你在做什麼 10的8次方 EV 所以一個原子就給 一個原子的分裂或融合 就可以給10的8次方 EV 所以現在就給你三個能量範圍了 這是一個物理的常識 第一個能量就是什麼 就是 那個 光 一個光子 可見光 打到你身體上的原子 那你會吸收它的能量 這能量大概是一兩個一的衝破 再來 第二個能量範圍就是用氫原子 告訴你 它有一個X光 X光能量大概就接近100個一的衝破 10的2次方 再來 如果原子核這樣 有個核分裂核融核 然後它的能量範圍大概多少 大概就10的8次方 所以差很多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做那個 那個危險的事情 核融核或核分裂 核分裂是危險的 核融核應該是安全的 但是它 產生要在很高的溫度下 所以呢 目前還沒有達到真正的核融核 好 那 再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比如說你算出了電位 這個當然後面會算 假設你可以從 這個 單顆電荷 它的位能是R分之KQ 然後做一些計算 算出了電位 當然那計算就必須要做積分 然後呢 是由一點點的電荷的位能 累積 算出電位 來 假設可以算出電位 那算出電位以後 我們就可以講 就可以從電位與電場的 另外一個公式 我們知道說 這個電場等於 等於 負的 這個 所謂的 這個gradient V 負的 位能的什麼 位能的一個 T度計算 負的位能T度計算 那可以 反過來就可以從 位能算出電場來 這個東西可以嗎 就是 T度的一個計算 那 T度的計算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 T度就是什麼 就是 你有一個 單位長度 然後有一個什麼 位能變化量 就是T度 所以你有 位能變化量 跟單位長度 的概念以後 你應該可以 直接把T度的 運算找出來 所以 重點在 位能變化量 你在算T度 都是想要找 位能變化量 但是位能變化量 你這樣走 跟那樣走 位能變化量 不一樣 所以它會有一個 你走的方向 長度的問題 所以 這個 理論上 你的 電場 應該講 應該 乘上一個 長度以後 才會等於什麼 等於你的 這個 位能變化量 OK 好 那 位能變化量 可以一樣 但是 你的什麼 你的 長度 往這個方向 跟往那個方向 不一樣的話 你的電場 就會 不一樣 所以 根據這個事實 就是重點在 位能變化量 你在算 位能的T度 就是位能 所謂位能T度就是什麼 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就是 這個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負號 負的 1.dl 才對 原本是積分 負1.dl 才對 這邊要記得有個負號 OK 原本的定義 是這樣 那這個 電場 是所謂的 是所謂的 位能的T度變化 實際上 你可以這樣看 它就是 負的 dv 再 除以什麼 dl 向量 當然沒有這樣子的 寫法 沒有這樣的計算 可是它的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 往某個方向 單位長度的 未能變化量 所以未能變化量 才是 這個電場 的一個概念 那你要往哪 往哪裡走 所以假設是 D卡爾坐標 那D卡爾坐標裡面 它的長度是怎麼樣 它的長度是 X方向移動一下 Y方向移動一下 Z方向移動一下 它的長度是這樣移動 那 這時候 你的電場 就應該講 應該會有 X方向的電場 Y方向的電場 Z方向的電場 那 但是不管你是 什麼樣坐標系統 因為坐標是 你自己定的 對不對 你是根據 它的對稱性 定這個坐標來 所以不管怎麼樣系統 你最後總是講 總是要看 它從哪裡到哪裡 它的未能變化量 所以 真正的 所謂的 T2運算 就是要算未能變化量 或者是單位長度 未能變化量 所以你都在算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等於 你看嘛 就是負的什麼 負的電場 然後呢 內積 內積 內積什麼 內積那個長度 這個長度就是 i dx x k dy k dz ok 所以你最後就發現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呢 你發現到說這個 衛能的變化量 它會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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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的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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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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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又利用了什麼 利用了 這個 直角坐標的概念 x y z 永遠互相垂直不相關 即便 衛能是什麼 是x y z 這個變化量對不對 所以利用了這個 x y z 互相垂直不相關的話 你可以講 你可以找到 x方向的電場 就等於 等於 這個 衛能對 x的一個 偏微分 你看到這個結果嗎 就是 只是把 最後在算x的時候 這些變化量 都不重要啦 在算y的時候 別人的變化量也不重要 因為互相垂直啊 如果沒有互相垂直就不能這樣算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要講直角坐標 所以最後到z 你要算z的時候 就不用看xy 直接什麼 直接1z就算出來 負的partial v partial z 可以嗎 然後只是把它寫好看一點 就是說 最後就把這個電場寫成什麼 人負的這個向量v 那這個向量把它怎樣 把它寫成i partial partial x 而已 加j partial partial y 加k partial partial z 所以這個是 一個翻譯啦 你不要害怕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原本的x方向電場找到 y方向找到 z方向找到 然後電場就可以找到 然後電場就等於什麼 等於 i方向 負的partial v partial x 再減掉j方向 負的partial v partial y 再k方向 然後partial v partial z 然後呢 它只是把什麼 把這個負i跟對x偏尾 負j跟對y偏尾 負k跟對z偏尾 怎樣 負號提出去 然後那個偏尾跟ij可以寫成這個符號而已 沒什麼特別 然後最後寫個v 所以這是 這個迪卡爾坐標 之下 你會得到的什麼 得到的這個 電場的一個 從未能計算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是 球坐標或者柱狀坐標 所以第二個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之前都沒有講柱狀坐標 我們現在講一下 柱狀坐標 如果你的這個電場 當然會有什麼 會有 柱狀坐標是r對不對 r方向 cd方向 z方向 這都沒有問題 然後來了你的什麼 你在柱狀坐標裡面的移動 是什麼 是r方向動一下 然後呢 cd方向動一下 然後再來呢 z方向動一下 ok 然後你要算 電場 電場一定是單位長度的 位能變化量 所以你要怎樣 你要回到這個位能變化量 位能變化量 位能變化量 一定等於什麼 一定等於這個 負的電場乘上它的長度 所以一乘就等於什麼 負的 er dr 負的 這個 re cdc 負的 負的 dz 然後呢 rc z 互相垂直 互相無關 如果沒有這樣 也都不能算 所以互相垂直 互相無關 你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 在看它的變化量的時候 不用管它們了 對不對 不管它們的話 就好像是 dv 等於 負1 rd 可是這是偏微分的概念 因為不管它們就是偏微分的概念 代表 互相垂直 好像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是偏微分的概念 那 最後呢 這個er 就等於什麼 負的partial v partial 就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r方向的一個電場 那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 ceta方向的電場 1ceta 這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 r分之1 partial v partial ceta 然後同樣也可以找到 1z方向 等於負的 partial v partial z 所以你也可以講 可以找到 電場 實際上要怎樣 是等於 這個 負的 partial partial r v v 減掉 r分之1 partial v partial ceta 減掉 partial v partial z 這是 r方向 ceta方向 z方向 三個方向的電場 都可以找出來 那一樣呢 你也可以講 你可以寫成負的 這個符號 然後作用在 這不能寫內積 作用在 v 這個 這時候不是內積 因為 因為這時候是直接把那個 向量直接 提出來 然後 位能直接作用進去 所以 這個符號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 負的 好 負號提出來 然後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 r方向 partial partial r 然後呢 再加上 r分之1 partial partial ceta 再加上 partial partial z 然後作用在 v上面 所以它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 這個翻譯 所以 這個東西 我們一般叫 gradient T度運算 然後 它會根據你的 不同的 直角坐標 而有不同的寫法 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迪卡爾座標 最簡單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 負的 partial partial x 再減掉 j partial partial 最簡單就是迪卡爾座標 然後 比較難的是什麼 比較難的是 球座標 所以這柱狀座標是這樣寫 那如果是 球座標的話 可以自己 按照我剛剛講的方法去推 然後重點就在於什麼 就在於 未能變化量 寫出這個未能變化量 然後分別寫出 電場 在各個方向電場 然後最後就會 導致到這個結果 然後 導致這個結果以後 利用直角坐標 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就可以 反過來 找回什麼 找回各個方向的電場 所以如果是 第三個部分如果是 球座標 R方向 然後 然後 減掉 這應該符號寫到外面去 加上 C方向 partial R partial C 加上 Phi方向 partial R 上一次打 partial Phi Phi 然後作用在什麼 作用在V上面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球座標的 這個 T度 運算 所以這個寫法就是 R partial partial R C partial R partial C Phi partial 然後碰巧 碰巧 它這個 就跟我剛剛講一樣 它就是 單位長度的未能變化量 所以上面是變化量 下面是R方向長度的變化量 ΔR 然後上面是變化量 下面是 C方向的長度 是RD 碰巧 上面是變化量 所以你可以這樣記 但是 真正的來源是怎樣 從這裡來囉 真正的推法從這裡推 都是在算 走一個長度以後 未能變化 那只是說你用直角座標走 還是用球座標走 還是用柱狀座標走 那各自的走法 就不太一樣 OK 好 好 所以 這個 利用 電位 來算 電場的方式 我們大概就 講到這邊了 一個 困難的運算 一些example 我們稍微來算一下 讓你 知道說 這個 這個 T度的運算 有一些道理 OK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example來看 所以現在假設 有一個電場 空間中有一個電場 然後它是 一圍的空間 所以 只有什麼 只有x這個變數了 然後這個電場大小 它就會給你 v of x 等於 這個 100 減掉25倍的x 然後當然它會告訴你 它是 單位是伏特 好 所以假設它一圍空間 然後你有一個電場 在一圍空間變化 它變化的函數是 100-25x 然後現在下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一圍的空間 那一圍當然就是 有一個x向量 那邊有一個圓點 那上面 這個有佈置的電場 跟電位能 那電位能知道了 那電場怎麼算 所以如果是一圍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插掉那個迪卡爾座標 所以 一圍的話 就是迪卡爾座標 在x方向的概念一樣 所以電場會等什麼 等於 負的 只有一個變數 所以不用寫偏微分 寫什麼 寫成全微分就可以 dV dx x 兩個以上變數 才要寫成偏微分 所以這是 單位長度 電位能的變化量 就是電場 那 這樣子的一個計算之下 就很簡單 這100 微分就0 25x 這個微分就是25 所以答案就是25 V 然後看它的 x單位是什麼 如果是公尺 多少V 每公次 ok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再回去看 上一次 有稍微提到過的一個 電偶集 電偶集的這個example 因為在畫面幾張 就會用到電偶集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電偶集 有一個簡單的電偶集 就是說 你如果在圓點 圓點的 這個example的圓點上 然後在它的這個左右兩邊 各放一個電荷 假設你把正Q電荷 放在A這個位置 然後把-Q電荷放在-A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邊是A 這邊是-A 然後放一個-Q到正Q 然後上次我也大概教過你們 就是說 基本上它的什麼 它的電偶集的方向 就是從-到正 另外會有一個電偶集的 大小的定義定做P 那P是什麼 是等於 方向是這個向量 然後它的這個大小是 電荷乘上兩個電荷的距離 所以是2A 所以這P的定義是 電荷乘上兩個距離 剛好是2A OK 好 那為了要簡化問題 所以我們先講 先算一維的 就是你不要站在X軸以外 你站在X軸上面去看它 所以接下來假設你站在某個位置 然後那個位置是在X大於A的地方 所以假設你站在這裡去看它 好 然後你上次已經學習算過電場對不對 電場你有算過一維的 那現在我們來算一下電位 電位應該比電場更容易了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電位的話會等於 這R分之KQ 所以R就是距離 所以假設這個正電荷是在A的位置 就是X-A分之KQ 然後負電荷在負責位置 所以減掉X加A分之KQ OK 然後上次也學過就是說 如果X很大的時候 X大於A的時候 然後你要算說這個電位能 就在遠端看這個Dipo 電位能應該是多少 我們上次算是電場大小 然後算出來之後 這個我們發現到說 你必須要把這兩個先做一個加減的運算 然後才可以去算X大於A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上次在電場的時候一樣 就是把它先算一下它兩個加減 就是X平方 減掉A平方 然後另外這邊是X加A減掉X加A 就是2KQA 2KQA剛好這個QA 2A乘兩倍 2QA剛好可以寫成P 所以是X平方 減掉A平方分之K乘上P P就是所謂的這個Electric Dipole的一個 定義的一個大小 OK 好 那如果你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底下 X大於A 那到底這個你遠端看到電位的大小會是多少呢 這時候這個只剩下X嘛 然後這個A就可以這樣 可以把它給這個去掉 可以忽略掉它的這個大小 OK 好 那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接下來你可不可以把 現在算出來的電位跟你之前 所得到的電場 大小 兩個把它結合起來 之前你應該有算過一次對不對 1會等於多少 還記得嗎 忘記了齁 X的三次方 分之多少 分之 2KP 對不對 我記得是這樣 好 那你現在算出電位 會算出電場 那答案應該是可以 所以下一個才是重點 電場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 dVDX 這只有一個變數 負的dVDX 那負的dVDX的話 這邊是負二次方 負負得正 所以是X三次方分之2KP 所以重點在於說 你怎麼樣 從這個V算成E的 怎麼樣 從電位算成這個電場 OK 那 後面還有一個example 就是要 算那個 算那個 真正的 立體的 Electric Diple 這邊都是 在線上面算Electric Diple 那如果你人站在外面 看Electric Diple 這時候開始會有什麼 會有 R C的問題 然後先算電位 V of R Seta 算完以後怎樣 就可以玩你的電場 E R E Seta 球坐標就可以玩了 OK 那現在剛好沒時間了 我們下次再算